院长,我求求你了,别赶我们走啊 死女人,你得罪了孙家还想给你弟弟治病,门都没有 不是台阵的东西 孙家不发话,整个云城 没有一家私人医馆敢给你弟弟治病 识相的话,赶紧滚去孙家求饶 爷爷,语墨可是您的亲孙子 您怎么能这样对他呢 呸,这个野种不是要和凌家脱离关系吗 死了也活该 为了八家孙家,你们简直毫无忍心 我倒是要看看,这个云城到底是不是他孙家说了算 喂,把长青私人医馆给我买下来 大妈的,还真是个神经病,赶紧问赶紧闻 买医馆,你这个废物真是越来越敢吹了呀 就你兜里那几毛钱,你怕是连张轮椅都买不起 信口死黄 这不然现眼的玩意儿 成祸,你还傻站着干嘛 你还真相信这个畜生能把一款买下来吗 哼,再不过去孙家,你就等着给这个野种收尸吧 我去,我现在就去 我求求你们,一定要帮我救救雨沐 忘了,你别去 医院很快就能给雨沐做手术了 你还在这儿不说 你太让我失望了 从现在起,这家医馆已经不属于你了,马上滚 你怎么谁呀,在我的医馆里在这儿装逼 你敢违抗城主大人的命令 什么,你说这个废物真把医馆买下来了 不可能,我不相信 这个混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事 赵先生,你是不是弄错了 滚 赵先生,这个废物得罪了孙家 孙家有令,任何一家医馆不许接待他 你肯拿孙家来威胁城主 你们凌家是不小活了是吧 怎么会这样 难道那个废物真的认识城主大人 不可能,城主大人还在生他的气 怎么可能会帮他,这一定是一个巧合 不管是不是巧合 必须把那个孽种先抓起来 送去孙家 爷爷,我有一个办法 正值得多些,这次再也给你掉 不管是不是巧合 必须把那个孽种先抓起来 送去孙家 爷爷,我有一个办法 保证这一破鞋,这次再也堵不掉 啊 啊 啊 哎,行了,行了,快快快 你 你 马上派人封锁孙家 还不滚 是想留下来亲眼看着本少爷泄火吗 我们马上就走 孙少爷玩得开心点啊 不要脸的东西 这次我看还有谁能救你 你走开 你个二手货 你装什么精致啊 我学校 我求求你放了我吧 我弟弟还在医院呢 那个野种还没死 算他命大 是你派人打伤的我弟弟 没错 要怪就怪你这个臭女人 给脸不要脸 云成第一美女 金某就要拿你自己活 你放开我 谁他妈的 又是你这个废物 今天敢慎传我们孙家 今天让你出不了这个门 废物 你死定了 从今晨起 云成再无孙家 云天 我们快走 想走 你这个废物不是很能打吗 今天我就当着他的命 干了你 王八蛋 得罪了孙家 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孙家是吗 我倒要看看 你们有多大底气 不知死活的东西 我们孙家可在云成是首富 其实你这个废物能比他 把所有人叫过来 我要杀狗 少爷 不好了 成为主带人 把孙家给封了 什么 红旗是敢封我孙家 他是封了吗 喊人是吗 尽量喊 你他妈给我等着 我要灭你们孙家 我看谁敢救 王八蛋 今天不弄死你 老子就不像孙 孙渠 你好大的狗胆 方陈化人之下 强倒灵小姐 你们孙家眼里还有王法吗 好你个红旗山 你现在敢封我们孙家 我看你这个城主是不想当了 告诉你 我们孙家背后可是龙神大人 你说什么 你们孙家认识龙神 现在知道怕了 敢得罪龙神 我看你们是怎么死的 白痴 你知道龙神是谁吗 那可是全世界都为之如虎的战神 不是死活的东西 还不赶紧跪下给孙少道歉 跪下 晚了 马上请白虎大人过来 秦先生 也不今天的事就这么算了吧 不着急 我倒要看看他们孙家背后的龙神 到底是哪一位 秦先生 那可是龙神呢 都在我们孙家你们还想走吗 你们走得了吗 城主 我们在外面的人突然都撤走了 放死 谁下的命令 据说是龙神 红旗山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秦先生 我的能力有限帮不了你了 走 谁敢冒犯龙神 白虎大人 就是他们两个冒犯龙神 白虎大人 必然红旗山 小小城主也敢冒犯龙神 当猪 红旗山 你不是很嚣张吗 你不是要封锁我们孙家 现在怎么行啊 对不起 必然无意冒犯龙神 还请白虎大人见谅 现在说对不起 有用吗 给我跪下 你说你是龙神 没见识的东西 你也配见龙神 白虎大人可是龙神殿云城的负责人 龙神殿 你下犯上是非不分 滚回去领法 你这个废 不是死活 装兵到龙神殿头上 你以为你是龙神吗 包翻龙神殿 跪下 白虎大人 这位银先生 是萧龙大人亲自吩咐我照顾他 请您放他一马 什么 喜欢的不是这个破鞋吗 不可能 这个废物怎么可能认识萧龙大人 谢谢大家